雷雷和乔乔 她是雷雷 她是乔乔 今天我们要录一个话题 夫妻婚后AA制 我们两个比较好的一点是说 就生活 我们没有把钱 全部都放在一起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私房钱 是光明正大的 你有多少钱 我有多少钱 自己存自己的 对 有公共的消费 但我老公他比我多负担一些 房租他要付 我会付一些生活类的成本 反正目前为止 我们对这样的 就是各花各的钱 那个方式还比较认同 但我最近在反思 因为我自己买的东西 也不是说百分百 都特别值得买了 有很多都是买重复的 然后就是我的消费观念上 还是有些问题 特别是经历了 这次的疫情之后 那个钱包又缩水了 然后快离吃土 吃土中年女孩的这个 越来越近了 定位又重新定位了 中年女孩 所以我决定 就是把我的 比如说我写稿子 稿费啊什么的 都交给我 金牛做的 放心的交给我 老公来打理 明年也照样缩水 对 因为他相对比我还会 更会理财一些 就是我会把我自己的部分的钱 留足我的生活日用 然后剩下的钱 就拜托他帮我管一管 放心吧 放心的交给你们 不可以少 就只能增加 一定的 但是老公 如果我用你的钱 给自己买东西的话 你会生气吗 不会生气 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我老公说了 他说他 哪怕他最后只剩下10块钱 他也愿意把10块钱给我花 不 是吧 11块钱 你乱了1块钱 他要去乔 不要这样 我们是雷雷和乔乔 请记得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我们会做更精彩的视频